我们今天继续来给大家挑战功夫世界的第15关 这个是一个保护植物关 我们之前已经被虐过一次了 我们今天继续来挑战 我们要保护的是我们三个向日葵 我们现在已经使用了这个阳光加强 每关开局的时候可以获得200个阳光 这关我们多携带一些坚果 我们把这个火葫芦 电击蓝莓还要吗 留着吧 电击蓝莓还留着吧 然后我们再多加一个这个高坚果 我们坚果墙配合高坚果 这样的来尽可能的保护好我们的植物 OK 开始挑战 还是老样子 我们先来放置野生 向日葵 哇塞 这个高坚果的恢复速度 其实比坚果墙要快啊 哇塞 这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啊 好 第一只僵尸出现 依旧是出现在我们之前出现的位置 我们放置一个高坚果 高坚果不仅防御能力更强 同时呢 它还可以遮挡一些飞行类的僵尸 只不过我们现在没有遇到啊 我们来放置野生向日葵 继续加一个火焰豌豆 然后放置电击芦苇 闪电芦苇 OK继续来摆放 我们先让每一行至少有一个攻击型的植物啊 来保障我们的这个安全 其次呢 来多放置这个坚果 以及电击蓝莓这种攻击型的植物 继续 我们的这个坚果墙恢复的好吗 出现了一个铜茶壶僵尸啊 他一会儿应该会被我们的豌豆射手拦下吧 烧他一下吧 直接给他怼死得了 我们的能量豆槽呢 也比之前的增加了一格啊 出现了这个火焰豌豆射手 给他一个 摁错了 哎呦我天 这个手机的屏幕太小啊 老是让我这个搞得非常的被动啊 本来我要放一个冰冻豌豆的 结果直接放了一个坚果墙啊 倒是没有造成什么损失是吧 电击蓝莓继续 继续来放置植物 我们就插框就放啊 恢复完我们就放 只要是攻击型的 我们就放 点击蓝莓 每一行都保证有 你看这个 拿着酒瓶的这个僵尸 酒葫芦僵尸 他拿他的葫芦远程攻击我们 哇塞 还颠着脚 还喝多了酒 脸还发红 你这不欺人太善吗 来一个 呀 冰冻生态 竟然没有把这个 火焰僵尸给打掉 烧死你得了 直接啊 干掉了我们两个坚果墙 哇塞 失误 失误 失误啊 烧死他 再来个冰冻生菜 闪电芦苇 能量斗 闪电芦苇 能量斗 火焰豌豆 这儿来一个 岩浆翻十六 烧死他 顺利过关 哇塞 yes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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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